Microbit的广播 那Microbit的广播有几个注意事项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你要设 群组 Microbit的广播是可以让你有两块不同的板子之间可以做互动 他利用的是WiFi的一个沟通方式 首先你要在这 设一个群组,看你群组是多少 同一个群组的 无线讯号他们会可以彼此互相沟通 那我这个范例程式是把 两个快板的程式放在一起解释 这一块这边这边的积木是 做 发射端的 也就是说我按下A按钮他会发送一个广播文字A 然后在荧幕显示A 那我按下B按钮的时候他会广播文字B 显示文字B 这是主要第1块板子 那第2块板子来做接收 好 那我先做第1块板子 那把它存成-1 下载 确定 好 那我们把 这第1个 复制到 Microbit上面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块板子是我们发射的 当我按下A按钮 他会显示一个A 当我按下B按钮 他会显示一个B 好 A B 那按照我们的程式来说就是按下A按钮之后他会发送一个广播A 那我们要 找另外一块板子来收 所以我再把 刚才的 专案汇入 好 好 这个是 发射端的程式 我们把它移掉 那接收端呢 一样你要有一个群组 再来 我们接收端是 当我接收到文字的讯息的时候 那 我来做一个判断 当这个文字讯息是A 那我显示打钩 当我显示 B 就显示打X 就这样 好那我们如果为了要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有走得好 我们就先把基本的 再拉进来一个 好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显示一个 好 显示一个爱心好了 好这样子我们把广播 减2 这是接收端的 确认 确定 好 这一个 下载 2 复制 那我先把上一个板子 USB拔掉 换成 新的一个USB的 microbit的程式 板子 贴上 第二块 好我们现在写入的是这一块 蓝色的这一块 这一块是接收端 那一开始他会出现一个爱心 好现在出现一个爱心 然后他会等待我们 再按接收 好那我再把 前面那一块板子插入 好 好这一块是我们发射的 这一块是我们接收的 好这一块是发射的 这是接收的 那我先把主程式都关掉 表示不是我们这个程式在控制 已经是他板子上面的程式在控制了 好来看 我这程式已经没有了 电脑上没有任何程式 USB只是供电而已 好当我按下A 按钮 显示A 出现打勾 我按下B按钮 他会出现B 他出现打X 好这就符合我们 之前的 设定 好打 A跟B 这样子他可以利用 广播的方式让两块microbit的板子 做相互的 控制 或者是呼应 他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 来做沟通 心练 heiß 昨天 踊 你 aurus 蚎 奏